我爱我家考剧42期 本期考剧演员和编剧的片酬问题 由于网络流传各种说法 相互矛盾 本期主要依据为我家的各位创作者 在综艺节目视频中所提供的信息 首先可以明确说 和现在一些流量明星 动不动千万乃至上亿的片酬相比 我爱我家酬劳 最高的是身兼数值的编剧梁左 每集的片酬3000多元 这些都是自制的服属器件 看看群众中运藏着 多么巨大的灭蜀积极性 老公子 我们一定要把您 作为群众灭蜀的先进典型 上报给区政府 您不仅是余主任他们聚会的光荣 也是我们全区灭蜀战线的光荣 但是他这个拿得高有道理 为什么呢 他干两份工作 梁左老师更狠 梁左老师三千多 将近四千 最高的是梁左 为什么呢 梁左干两份工 他打两份工 知道吧 他除了刷板 他还拖地呢 等于是这么一个角色 他又当编剧呢 又当总统筹 对 策划 我的剧本呢 还要用他来改 所以他比我多挣一份 他三千 确实他每一集都弄完了之后 他都改一道 不是要这么说 您没什么用啊 我爱我家排名第二的 是当时的新人编剧 英壮美及两千多元 像您这种假死的情况 在医学上也是常见的 是是 但是呢 您现在又活过来了 还要得抬出去进行人体解剖 别别别 我这 当然呢 也是不太合适的 对是 不合适 那天不合适 不是 可是您也得替我们着想啊 现在这尸体啊 来源特别困难 是是 今儿早上啊 人家听说您呢 要到我们那儿来 同志们是奔走相告啊 下属的医学院 还临时调了课 仨班的学生啊 都集中到一块堆 准备今天改上人体解剖课 现在这拨人呢 还等着解剖室里 盼着您呢 这么一来 当时这一集是多少 我也并不够 两千多钱吧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几千块钱 在天津买个平房都能买 就这鞋几集就能在天津买一房了 导演英达 每集八百元 饰演和平的女一号 宋丹丹每集五百元 妻子 娶一说唱演员和平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 宋丹丹扮演 好 麻烦你给我倒杯水 妈 今天演出都谁去 全是大腕吧 也就那么回事 也就是 阿敏 阿玉 阿英 阿东 阿婚 阿庆 说相声的阿坤 阿龚 阿猴 阿文 演小品的阿红 阿山 阿丹 说大鼓的 味儿最大的就是你妈了 凭什么我一场撑死了给二百呀 那帮歌星动不动就成千上万的 我就不信 这回我跟他一块儿组场靴 我当时噱头 我就不信我挣不来钱 导演 导演 八百 应该反而他扎来的钱 看你们拿的比较多 八百 女一号 女的 饰演贾治国的杨立新 前四十集每集三百元 饰演老夫的文兴宇先生 每集酬劳二百五十元 张实验画剧院著名导演艺术家 著名演员文兴宇老师 不老的长子 中年知识分子贾治国 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青年演员 杨立新扮演 阿郭 你太了不起了 瞧见没有 有董行的 说说小张 你从这里面看到了什么 看出你的手艺了 我在家乡 批了好几年的财 都没你批得好 你看这茶口 都整齐 什么 你说这是什么 体财嘛 还能吃杂质 听听听听听 真有懂行的 花了多少钱 说实话 三百 整部戏啊 一集 一集 你还让人 你怎么那么狠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让人胡不让人胡 一部戏拿三百 整部戏一块五一集 你不是一直在说很惨吗 我想那这得惨到家了 一块五一集 哎呦我天呐 哎 哈哈 谁的朋友这人 哈哈哈哈 谁找的 这就是 我不想你们很惨吗 我想你们扎 那也不能这样 就不要加那么惨 哈哈哈哈 一 一块五一 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呢 我再给你讲 三百是上下级 等于是啊 一一集是六百 你这 不不不 嗯 嗯 没有一集 你不要这样吧 杨业 虽然没给你多少钱 你也不能这样 这我做证啊 是一小集三百 一小集三百 对 一大集 不不不 他拿的不少了 那 呃 门老师 嗯门老师 多大一演员啊 嗯 还是导演的人家 哎 我都不好意思说 二百五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吗 一大集五百 你们欺负我老师 誓言贾圆圆的关灵 在一九九三年 领了第一次 片酬共五千元 姐 你说阿荣是不是天下 最英俊的男人啊 哈哈哈哈 要我说的 他不如咱那蔡国庆 哈哈哈哈 可惜你年纪轻轻 最重眼光 看来你真得加成学习了 哎 来呀 不过你那会儿 九三年 你一个小孩 五千块钱 剧款 真是剧款 相当于现在绝对五十万 剧款 当时是 你这个瞎说 哪儿那么少 英达导演 阳心叔叔 丹丹阿姨 还有文艺爷 四个人一块给我送到我们家楼底下 然后我们家住六层 没电梯 然后他们一行人 就嘎嘎嘎嘎 浩浩荡荡荡的 为什么就怕不安全 就那时候剧款就要拍完了 就结账了一笔五千元的剧款 太多了 那时候简直 就送到了我父母的手上 哎呦 记太清楚了 我在家老有面子了 哎呀 哎呀 不是你当时在家 来客串的演员蔡明美 集四百元 我等啊 是嫂子她不守信用 要等也该她等 让她等第二波吧 那我跟你嫂子 她毕竟是合法夫妻啊 什么合法夫妻啊 她户口也消了 死亡证明都开了 你们的婚姻关系 早就自动解除了 你就是想跟她结婚 你得重新办理结婚手续 你还不如跟我先办了呢 不不不 不行 哎 叶红妹妹 那不是 那这次啊 那实在是我们做得不对 那 那你就原谅我们这回吧 行吧 那不行 那 行什么就该我受委屈啊 再说了 直播哥哥 啊 你看 我哪点不如嫂子 要说实话吧 你各方面的条件 都比你嫂子强 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将来肯定能找一个特别好的 嗯 那我 我干脆我抽我自己俩嘴巴成不成 哎 不成 我还心疼呢 你一集拿多少钱吗 你们猜得出来吗 因为这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真的 这个时候大家好像 真的是为了一个把一个戏 拍好 我也是为了去帮音拿一个忙 嗯 从来没有想过钱这个事 所以我音账还是给我钱了 一集四百块 你又瞎多 哪有这么多啊 哪有 我没得了 剧本是一部电视剧的基础 重视编剧是我家成功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产剧剧本烂问题越来越严重 编剧钱少 剧本烂 剧本越烂 编剧拿钱更少 成了恶性循环 首先明确一点 编剧是一门非常专业的职业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胜任的 例如注定在中国影视 使留下传奇色彩的电视剧系 扒曲的先生们 自己演员的工作都没弄明白 还担当编剧 你有这个能力吗 上期竞猜题目 台词中没有出现过以下哪些药品 赶紧吃药 啊 看开客 那种缓势胶囊指标不指本 我绝对不和什么感冒冲击 我坚信 你把蓝根快给我拿两包 这是什么呀你 你是死不了了 咱家床底下那整瓶是BTV 那多半瓶的是咳嗽糖浆 我怎么喝了甜抹精的 我一着急我喝错了 本期竞猜题目 以下哪一位不是贾圆圆的同学 我也不知道 让我知道 那款最раж的 也是 发混连 我 可能 好 都 结果